我們剛看的是M關 應該說我們剛才BTR-82A的裝甲車 在這個演訓的畫面 懂的人都知道 這個被號稱為這個戰場的操跑 所以這個希伯利亞的第24特種旅 其實它配備武器是非常非常精良 正常這個運兵車 為什麼被稱之為戰場操跑呢 其實這個BTR-82 它的衍生型 它的前身是BTR-60 還有BTR-70 那他們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這60跟70吃足了苦頭 因為它是兩具引擎在左在右 然後它的前面的鋼板是比較薄的 所以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常常被阿富汗的反裝甲武器打爆 然後他們就損傷很重 所以到了BTR-80開始做改造 它把所有的引擎本來是左右 改到後面 改到車尾 然後就可以把前面的空間空間下來 然後增加它的鋼板的防護能力 就可以變得更強的防護力 可是當引擎放到後面以後 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你後面就沒有門了 你的車尾就沒有門 逃不掉了 你看我們的雲豹甲車 M113 它的後面都有一個著陸板下去 然後兩排的步兵就可以跑出來了 它沒有 它的門後面沒有門 所以說你看它的門在這邊小小的 就這麼小 我跟你講就這麼小 就是跟肩膀寬80公分寬 你上下吃都要爬的 很難 我跟你講這個士兵進去的時候 如果菜鳥兵是頭先進去 那老兵就是屁股這樣進去 為什麼要屁股先進去呢 做超跑也是屁股先進去 因為屁股先進去 第一個可以向外警戒 有狀況可以回擊 第二個如果也有狀況跟那個蝦子一樣 往後一彈跳就坐進去了 那如果你是背朝後降進去 你的背後會 他沒有眼睛嘛 然後屁股會撞蛋 對 然後真的有狀況的時候 你往前跳這個人的人體工學 你沒有辦法估進去 所以老兵經過訓練就是尾巴進去 可是呢要逃出來的時候就相反 逃出來的時候是臉要出來 臉要先朝前面出來 可是呢一次只能出一個人 裡面坐12個人 你要怎麼逃出來 所以說這個狀況就變成說 他必須很著重於車內戰鬥 那車內戰鬥你又載12個人幹什麼 你有運兵的功能 你有戰鬥的功能 可是當你的士兵進出不易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鐵棺材 對 然後呢 他的狀況你看他有三菱機炮 他有7.62公斤的這個機槍 他也有簡單的一個所謂的煙霧彈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的觀測出了問題 他的觀測跟烏克蘭做的BTR-4不一樣 烏克蘭的BTR-4上面有一個 垂直的數位的遙控的一個 像遠端的一個鏡頭 可以360度全部轉動 但是他呢沒有 他只有這個 這個這個 是 每一個只有12度的視線 哦 所以會有死角 有死角 你說俄羅斯這個BTR-82A 雖然是號稱戰場超跑 為什麼 跑得很快 對 跑得非常快 他的時速可以超過90公里 對 他跑得非常快 但是呢 裡面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他裡面沒有做所謂的垂直穩定系統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在行進的時候不能射擊 因為他沒有垂直穩定系統 就是我們有用那個GoPro有沒有 我們去拍運動的時候 因為他有三軸嘛 他有水平一 對 所以你怎麼搖 他都是垂直的 你看 連GoPro都可以做到這樣子 他沒有垂直的運氣 他在跑步的 這個開動的時候 90公里 他的那個機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你沒有辦法行進間射擊 你必須看到目標 煞車 好 然後開始射擊 那這個 所以俄羅斯的設計出包 出包 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 對 他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是強勢的攻勢部隊 你一定是逃嘛 所以你逃我就打 我不用邊跑邊打 所以他就沒這個設計 沒曉得有些他們變成被獵殺的真相 他沒有這個設計 所以他認為我是獵人 對 我獵人就是停下來之後 瞄準 打中 對 多帥啊 狙擊手多帥啊 對 可是他沒有想到有一天 他會被追 是 他會被追 他的砲塔轉到後面的時候 他跑的時候還不能反擊 不能反擊 因為人家在打你打得中 你打人家那個 你看 這要怎麼打 對 他沒有辦法瞄準 然後所有的射擊手要用手去搖 對 那個車子在轉動的時候 這個砲塔很難搖動 是 因為你車子一甩動 那個砲塔那個離心裡 你的手如果抓住 手會斷掉 對 他太重了 是 他太重 所以你在車子在行進間的時候 他必須要把那個固定箱插進去 讓砲塔是固定的 對 就是一搖動那個砲塔會甩一圈 會把你的手打斷 所以按照他這種設計 他只把他的所有的畢生精力 放在他的引擎 他有一個290匹馬力的一個引擎 很夠力 但是就引擎 是 你的所有戰鬥功能 自動功能 戰場透明化功能 全部沒有 所以一被敵人狙擊 鎖定之後 你裡面的12個人 全部都殉職 是 所以才會變成說一次就12個人 他連出來 那些士兵多約你知道 他連槍都還沒有出 就掛了 就掛了 背著滿子彈在裡面 然後掛了被人家救出來的時候 你看衣服都脫成這樣 因為脫不出來 動太小了 80公分 你想想看烏克蘭的救援的兵士兵 要去把他拖出來 那多難拖 裡面這麼多人 而且 很燙 還要考慮到一件事 有沒有火口 萬一有火口 他給你一槍怎麼辦 所以在進去之前 一定會先做一些措施 例如說丟一個煙幕彈 或者一個散燃彈 丟進去 讓它散燃之後 沒有反應 看有沒有人跑出來 沒有人跑出來 然後我再去把它拖出來 那拖出來衣服 一定是會變成這樣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 作戰的時候 為什麼戰俘 或者是罹難者 會把它拖成這樣 不是侮辱他 是要把它拖出來 是很難拖 所以你看他身上都有 all chain 你知道 那個拖型的 那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很重